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之前呢我看到論壇在討論有關於 魔防 物防 然後什麼 無論怎樣的 我跟你說有一個東西 它可以無視這些東西 不管你今天物防好不好 撐到了一億好了 一億點物防 它也無視 如果你今天魔防撐到了十億點 我的老天 也無視 你的護盾 可能跟館長的肌肉一樣出 也無視 為什麼 因為 它 用這個東西 可以直接無視任何魔防 物防 護盾 直接穿到你的身體 打到你的形態 跟那裸體一樣 我今天只要一踢下去 你的肉體就是直接無視那些東西 我不管你出了多少 多少物防 什麼護盾 不關我的事 我是直接砍到你的血線 這個傷害就要是 真傷 那我們今天呢 欸 各位 打真傷的有哪些角色 飛雷 然後再來是什麼 烏鵝馬 也有真傷 但是呢 最極效的 最瞬間的 是誰 沒有錯就是 馬洛斯 馬洛斯呢現在 那個什麼物攻 那個什麼工裝的馬洛斯 基本上現在非常的流行嘛 對不對 對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親了 但是反正就是 三個月前吧 然後兩三個月前 那時候不小心 不小心用出了這個東西 然後發了一個影片 然後後來我發現 跟大家好像都一樣了 但是這樣子是不是有點自以為 對沒有啦 應該不是我發明的啦 就是反正應該是 大家 大家都有共識啦 對啦 大家都有共識 然後 反正我後來就發現 天啊這隻角色 好好玩啊 全這個工裝的馬洛斯 真的是超級優點 然後我們這邊呢 換了一下這個 那個什麼 換了一下這個位置 因為 你可以看到 我們原本是 我原本是要打凱撒路嘛 然後 我都有那個什麼 選了一隻美娜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美娜好打夜叉 那我好打什麼 大象 所以呢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要換路 然後記得有時候 在打開會的時候 跟隊友溝通 那副道部就說 馬上來到 我們的 十張環節 Let's go 然後呢 再次有關於到這個 魔紋的問題 因為有人一直問說 就是 魔紋我可不可以帶 爆裂樹甲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個 絕地死鬥 都可以 真的都可以 我覺得你只要 只要你打得贏 都是好的模 都是好的配置 就是只要他OK 合理 哦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你看到我前面打得 非常的兇 就是我 批到前面 然後 切記各位 今天 敵方出那種什麼 大象有沒有 那馬洛斯真的只給他 尋下去 因為超好打 你可以看到現在大象 真的是很煩 因為譬如說 今天 我們今天 講一些 就是比較上面的牌位 譬如說今天 敵方出一隻薩尼 那你就可以出什麼 考一下對方 考一下你們 你可以出什麼 我可以出 朗博 我直接把他拍掉 薩尼是可以被斷招 然後或是什麼 最好解的 大象 對呀 薩尼推過來 大象解一下就沒了 對呀 但是 這時候你就可以想 如果今天敵方先出大象 大象講真的 我覺得是現在 蠻強的一隻腳 因為他其實很 很坦 坦在前面 然後你拿他沒辦法 然後就是 還可以幫隊友解控 就是你的控制技能 基本上全部都被他化解掉 這場變成是 沒有控制技能的一場 一場遊戲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 我今天直接出馬洛斯 你再坦 你再減傷 他減傷沒有用 我就直接砍下去 你可以看到 我就這麼的兇 然後切記 你進場前 一定要先按二技能 吸一下敵方 然後你這樣子 一技能就會有什麼 增傷 然後再來就是 你這樣子 你的進場前 你會有一層護盾 你可以直接 就是 來去利用那個護盾 來去 類似做換解動作 然後這個 他的那個什麼 一技能二技能 大絕 全部都是吃 物體系數 所以如果你今天 玩的時候 就是 現在為什麼 馬洛斯 我是覺得馬洛斯會改 就是他的物體系數 我覺得他應該會降低 我認真講 我覺得他應該會降低 因為其實講真的 現在 泰國直接聯賽 用爆 用爆 馬洛斯這隻角色 用爆 就是工裝的 工裝的馬洛斯這隻角色 真的是用爆 就是超 他們超愛出 然後 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大雄就直接 二技能吸一下 往前披 他的斜線 直接被我打到 然後 必須要交一個那個什麼 強化回復 你就記得這隻角色 就是直接往前 你想要兇 你就直接往前兇 然後斜石的部分 你可以調換 你可以換說什麼 你想要冷卻鞋 你想要物防鞋 就是譬如說今天敵方出物攻 你怕直接被喬死 OK 你可以出物防鞋 或是今天敵方沒什麼控制嘛 你想要出那個什麼冷卻鞋也可以 都是合理的 反正就記得 配裝沒有一定 我們只是給你公式裝 什麼叫公式 就是今天一加一 不是 今天就是那個什麼 算法 那種意思嗎 我算法給你 但是 其實你今天遇到其他題目的時候 你還是要自己 衡量一下 我們這邊直接 進行塔殺 配合隊友 因為我看到敵方那個什麼打野在上面 我們就直接 無情的往下打 你就記得 這時候地圖觀就是出來一下 上面有一隻什麼 圖倫 上面還有一隻什麼 那個什麼 納克 你這時候下路有幾隻 敵方下路有幾隻 頂多兩隻 因為夜叉也在上路 對啊 就頂多兩隻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直接下去卡他 直接配合隊友 卡在這邊 敵方就過不來 那下塔就是暴定了 我們這裡一樣 三分鐘 還沒有四分鐘 我們就直接卡在這邊 然後這邊我在等 我故意放大象過去 因為大象沒有辦法欺負 但是我在等的是誰 欸 那一隻 欸 射手 沒有錯 我等一下這邊 直接 露頭給他看 告訴他說 欸欸 兄弟 欸 我在你這邊 小心一點 我等一下拼你一刀 你頭就要爆了 我再卡在你這邊 看你敢 等一下 敢不敢手 你站在前面的大象 一樣是被我逼爆 你懂我意思嗎 他拿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保 我記得 你就說 距離感你要保持好 你不要被敵方那個射手給炸到 反正你就是 我只要貼在那隻大象前面 我消耗那隻大象 我融化敵方前排 我讓你前排不好受 那你後排就自然而然的 就形同裸體一樣 就是你有一把槍 但是你沒有躲 那你就是等著被我打 OK 我們這邊看一下 蹲點一下 然後看到敵方 OK 就是視野全部都看 被我看光光了 OK 全部都被我看光光 然後我們剛剛因為卡點 然後敵方被迫要回家 我們這邊一樣吸一下 一刀 直接預判往前 回憶一下 直接帶走 然後隊友想要換路 但是呢 謹說 不用 他想要直接 一路下路貫穿 OK 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直接一樣 卡點 你要記得 輔助該做 就是來去幫隊友做卡點 你看 我這邊就直接卡在這邊 然後這裡 這個藍區 都是我們的 然後一樣 看一下 揮一刀 哇哩咧 現在就 1719的傷害了 然後這邊一樣往前卡 看一下 看一下 我會讓他知道說 欸嘿 有一隻馬洛斯 一在你這邊 然後這邊揮一刀 你可以看到 1817 壓實鬼 身傷 你出骨盾也沒有用 所以你這時候 如果你想說 啊 毛子那個好痛喔 我出乎防鞋 沒有用 抱歉兄弟 你出生命有用啦 對啊 你出生命有用 但是出其他的沒有用 然後我們這邊呢 開一下護盾 然後直接交個瞬移 然後幫我們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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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吧 沒事各位 我們復活又是一維好漢 又是一條活龍 我們這邊一樣 直接入侵敵方野區 因為我們這隻角色 其實講真的就是 他 給打得非常的兇 然後看到地方 欸夜叉啊 保持一下距離 你看劈一刀 啊 太貴了 直接 我的老天爺 啊沒有啦 我剛剛 我突然講到 減傷有用 減傷對於真傷是有用 但是護盾沒有用 OK 所以呢 減傷 欸 各位 比如說夜叉 他開減傷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這邊呢 橫劈一下 然後吸一下 然後發現 情況有點不太對 沒關係 我躲進草叢 利用這個草叢 直接再劈一刀 完成 一波擊殺 然後這裡再吸一下護盾 你可以看到 我就利用草叢的這個什麼 盲視野 讓敵方沒有辦法進來 然後寧願一個順 漂亮的遠三世 加 金探子 接待的地方 兩顆人 這一波 very good 然後這邊趕快抽策一下兵線 反正呢 我們下路那一隻射手 直接變成一隻夜叉 他一直想說 崎益怎麼都沒有人去找他 我們在上路 打得要死要活 但是沒有關係 他是負責推塔 OK 只會推塔嘛 對不對 只會推塔 沒有 他這個 這個是 對方成都沒有去找他 所以他這邊做推塔 是非常合理的 一件事情 OK 然後我們這邊呢 一樣 繼續把雪球 給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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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耿鬼 給滾 大 那目標的是什麼 你要記得你的目標 就是你的方向 有時候你要吃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是什麼 等一下八分鐘的凱撒 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優勢 那你要記得 如果你先逆風方方 因為優勢方通常會去吃凱撒 那如果你要去跟他應急的話 風險可能有點大 一個單壓雙量加母鴨 所以你這時候可以去看 可能你逆風方 就可以選擇來去吃個什麼母龍之類的 至少秤一下這幾天 因為一條五百 團隊已經進五百塊 然後甚至到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七百吧 一人忘記了 反正呢 目標 現在目標很簡單 就是什麼 凱撒 對 我們就直接轉去凱撒 然後Ping他的燈號 告訴隊友說 欸 準備吃凱撒 然後你這時候就可以來去 第一個 如果隊友沒有人扛的話 你可以卡在外 你可以就是幫他扛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扛的話 有人在 如果他不是單吃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卡在外面 然後確保說 沒有人可以趕進來這個 我們的領域 你懂什麼 有點像手總區 就是 趕過來 力氣看看 我就直接把你打回去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一樣 兵線清掉 然後隊友直接雙吃 然後那個大象 然後我沒有辦法 對 我們這邊直接 欸 卡在對面 卡在最前面 你可以看到 視野全部都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 吸一下 然後拔刀斬一刀下去 兩千七百九十四的增傷 然後增傷 那個大象 雖然有減傷 但是呢 一樣還是很痛 一樣還是很痛 我們這邊一樣 清一下兵線 帶他隊友 然後中路的這個兵線 不小心忘記整理了 但是沒有關係 然後隊友這時候問我說 為什麼沒有實在影片 媽的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們 最近的頻道 實在影片 一個禮拜 出了四支 出超多 好不好 我們最近實在影片 超多 OK 兄弟 出了超多 OK 我記得 我們現在叔叔有做實在影片 我們做的超級無敵的 我們應該要 現在 因為我們二技能是什麼 物理係數 所以呢 我們二技能吸下去 那個 我們人只要站在一起 要 一超級厚的一個護盾 然後這邊 中塔 這邊我們隊友給點掉 我們這邊看一下 準備 欸 沒有錯 等一下來去打 一波大的 這邊一樣 卡一下 然後看到這個龍 快要不行了 我大絕 隨時準備 jump 你懂我意思嗎 準備 跳進去了 但是 還不是死期 這時候 把我這個納克出來 一刀 2934滴 我這時候還沒有很肥 現在時間才9分鐘 增傷 2900滴 接近3000滴 呀 小孩子 你懂我意思 我上次我記得啦 我有一次撐到那個後期 砍下去 5000 我真的沒有跟那個也好小 真的是超扯的 我們這邊準備 來去吸一下 進準備 沒有錯 P一下 準備進場 一個P 再一個刀 跳進去 直接 世界毀滅 然後 我這個聲音怎麼可以用成這樣子 完蛋了 我是不是會 乾脆去唱搖筆樂好了 我老天 是的 沒有錯各位 這隻角色 現在工裝真的是一個 馬路士工裝真的是一個趨勢 很噁心 你懂我意思嗎 真的很噁心 然後 他 你在中間如果想要塞那個拘魂刀 是可以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 非常好打大象 你看到今天 你放出大象 啊哈哈哈 好煩喔 大一隻解控 沒有關係 他批死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他拿我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他對我的傷害是沒有用的 那他只要敢貼我 我就直接一刀劈下去 你可以看到 後期一刀下去 2000滴 兩千七百滴嘛 對不對 兩千七百滴 他的血線到那個時候也差不多才 才一萬滴而已 我劈他一下四分之一的血線不見 那更不用說 如果他今天再被我劈一個第二刀 直接扮起來 他就必須回家 所以他是撐不住的 你懂我意思 所以今天這隻角色 如果你遇到這種 其他什麼進戰 然後頂後口 什麼 今天地方有什麼 塔拉 斯哥德 什麼什麼 呃 還有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一大堆硬邦邦的角色 這角色 不是 抱歉 兄弟 那個物防撐到底沒有用 我打真傷 所以這隻角色現在 出物攻的才會那麼多 因為我直接出真 我直接把你前排給劈爛 你前排只要一龍 現在就在比什麼 你知道嗎 誰的前排先融化 誰就輸了 你知道嗎 這批掉 哎 就完蛋了 所以這隻角色現在 才會那麼多物攻裝備 大家才會開始喜歡出物攻 甚至是在職業聯賽 就是開始 誒物攻的這個 馬洛洛斯也開始 變成熱門的角色 本影片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請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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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